新闻哇哇哇是2002年开播的台湾电视节目 由台湾名嘴与美人主持 邀集各行各业知名人士探讨话题之谈话性节目 这档节目虽也如同一般谈话节目 写有流程脚本 但是从不事先彩排V搞 因此时常会随着话题走向而不按牌理出牌 作为陪伴观众多年的一档节目 新闻哇哇哇邀请过许多嘉宾 今天就来一起看看曾经邀请过的六位嘉宾现状 1.于美人 于美人原名于云洁 1965年3月3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 籍贯山东青岛 他目前是台湾一名备受喜爱的主持人 以亲切的主持风格和机智的口才 而受到许多观众的青睐 因而被粉丝们称为名嘴 然而于美人并非出身传统演艺家庭 早年曾是一位补习班老师 由于他思维跳跃 深受学生喜爱 成为了补习班的名师 当初 于美人与英文补教名师徐薇 曾在同一家补习班任教 据说 他当时的月收入已经突破了十几万元 后来 由于他的出色口才 电视台发现了他 于是他辞去了补习工作 踏入了电视圈 或许正是他独特的生活经历 造就了他现在独特的主持风格 于美人曾连续三年 获得行政院新闻局广播电视 事业处颁发的 十大广播DJ 奖项 然而 于美人的感情生活 并不如事业一帆风顺 1995年 30岁的他 在一档节目中 与未来的丈夫王维伦有缘相识 两人迅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热恋了三个月后 王维伦提出订婚 但不久后 他却独自返回美国 让于美人不甘心轻易放弃 奋不顾身地前往美国 成功地挽回了这段感情 两人于1997年结婚 然而多年后 于美人一直未能怀孕 为了实现生育梦想 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最终通过人工受孕 成功为王维伦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本以为这对夫妇 可以迎来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11年后 两人的婚姻却面临了危机 因为公公觉得于美人是单亲家庭 没有教养 所以他在长达10年的婚姻生活中 没有和公婆往来 更别提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2013年3月29日晚 王维伦和于美人 因为母亲住在家里 而爆发严重口角冲突 于美人的母亲在惊吓之余 立刻与于美人的哥哥及律师进行谈判 并通知辖区警察处理 随后 于美人为其妈妈申请了保护令 并召开记者会 弃诉王维伦殴打她 以及对其母所行的各种不敬之事 直到2013年12月 于美人与前夫王维伦签字离婚 正式结束了婚姻 2.许胜梅 许胜梅因为熟知娱乐圈八卦 经常主持各类谈话节目 也因为她的主持风格犀利 一跃成为主持界的名嘴 但不久前她也吐露出自己被初恋伤害 被老公当成还债机器的心酸往事 许胜梅在综艺节目里一直很敢说 还曾自曝从小就想拥有好身材 长大后就通过整形手术 让身材更好 在许胜梅刚毕业之后 先是如愿成为记者 随后从记者转型为通告艺人 后来才逐渐转至目前主持人 许胜梅主持风格个性鲜明 十分犀利 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成功击身名嘴之列 她非常喜欢在节目中大谈艺人的私事 直戳他人痛处 致使她和许多艺人都闹翻过 早前演员海伦青桃遭遇跟踪被袭击 许胜梅更是直接当面质疑 海伦青桃的反应不合常理 导致两人直接爆发争吵 海伦青桃也因此高烧两天 并召开记者会哽咽发言说 请不要再伤害我 还有许胜梅与新二代于祥全 同上节目辩论时 许胜梅在节目中 再次提起于家的崩溃往事 导致于祥全对许胜梅的怒火彻底爆发 直接怒骂道跟她不熟 许胜梅还当场泪崩 如今许胜梅的身体 因每况愈下 才五十多岁的她就已经多病缠身 许胜梅自曝自己患有二肩半脱锤症 经常胸闷喘不过气 她透露自己之前就有此类症状 但因为忙于工作 一直未做详细检查 因此到了四十岁才确诊 也因为这个病 她不能运动 甚至不能赶公交 火车和高铁 而且她的胆固醇也超标了 由于超高胆固醇 医生还说她随时会中风 许胜梅也说 我的生活除了工作 的确没什么可以描述的了 只能提醒自己放轻松 老天爷总会眷顾勤奋工作的你 学习放松 才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功课 并感谢一路给她温暖的大家 人生如戏 许胜梅的人生可以说比苦情戏女主 还要命途多喘十倍 但她依然坚强乐观地活着 遇到人生低谷也没放弃 希望接下来的人生她能过得幸福 郑红怡 现年63岁的主持人郑红怡 常年主持正论 谈话性节目 深受观众欢迎 现年63岁的主持人郑红怡 常年主持正论 谈话性节目 深受观众欢迎 不过她在今年三月 暂别正论节目正知道了后 近日又宣布 将在当天节目上架后 正式离开主持近两年的podcast 节目没大没小哪集哦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许多粉丝相当不舍 许多公众人物均曾透露 患有忧郁 焦虑等病症 主持人郑红怡也不例外 她在《新闻哇哇哇》中 难得提起自己十年来 与焦虑症对抗的心路历程 坦言自己很像双面人 明明身心不适 但一在镜头前 却得故作轻松 快乐 郑红怡表示 在十年前曾罹患焦虑症 因为当时身上背负七条官司 节目又有收视率要扛 加上体力不济 种种因素加起来 让她状况不甚理想 她形容患病时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躺也不是 严重的时候 全身都不舒服 同时手会抖 但听到制作人一声 干上节目落 又打起精神来 硬着头皮在荧幕前谈笑风生 却没想到 反而让病情变得更严重 最后 是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 逐渐好转 她形容当时的自己 真是所谓的双面人 无奈感叨 公众人物的压力真的很大 4 陈丽宏 2015年 陈丽宏经传检查罹患脑癌末期 陆营大老姑宽敏 捐给她新台币100万元 以便就医 新闻哇哇哇哇 主持人 郑红已表示 由于陈家中 尚有两个还在求学的孩子 以及房屋贷款 所以向部分好友募款 到了500万新台币 她的好友张奇凯 当时在接受采访时 曝光陈的近况 表示陈丽宏正在努力复健中 期待她有天重现江湖 张奇凯说 她到医院探视陈丽宏 对方看起来气色不错 但吞咽困难 陈丽宏当初开完刀后 还曾接受访问 透露自己生病的历程 她表示 术前害怕到手不停发抖 吃安眠药也睡不着 当时还没与家人 交代任何后事 她说 觉得自己还不能死 也还不想死 主持人于美人听后 直接泪崩 陈丽宏离癌后 报瘦15公斤 老婆负责照护 还要上班 也因操劳报瘦8公斤 当时上节目应验说 希望我可以活得够久 看到两个女儿结婚 2015年10月26日 陈丽宏脑癌开刀后 首次在新闻哇哇哇 复出 2015年12月28日 陈丽宏再次上节目 新闻哇哇哇 并决定在2016年1月1日 正式复出 2017年6月21日 台北荣总证实 陈丽宏日前因脑癌住院 下午12 52分逝世 年仅52岁 5 赖方玉 名人律师赖方玉 生于台湾桃园县 金桃园市 台湾律师 专长为家事法 现任绿洲联合法律事务所 主持律师 长期投入防治家庭暴力 与援救受暴妇女 外籍配偶的法律工作 曾任中华民国内政部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委员会委员 现代妇女基金会 受暴妇女诉讼 辅助委员会召集人 中天电视伦理委员会委员 八大电视伦理委员会委员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执行委员 一、毕业于东海大学法律系 赖方玉律师 是大阿斯的御用律师 他曾在多起离婚 抚养权案件中 展现出惊人的能力 例如 他成功帮助贾静文 获得了女儿吴童妹的抚养权 并帮助大阿斯 争取到了房产和孩子的抚养权 同时 他还确保了汪小飞 提供足够的抚养费用和开销 除此之外 赖方玉律师 还曾成功处理 黄嘉谦与夏克利 扶元爱与江洪杰等夫妻离婚案件 6、黄月隋 2023年75岁 知名两姓作家黄月隋 时常畅谈男女相关话题 没想到竟来健康亮红灯 据悉在2023年农历过年前 黄月隋在一次凌晨 因心悸脚痛及呼吸困难 被好友紧急送往医院 医师怀疑 疼痛感可能是未时到逆流所致 且家族中有大肠癌室 加上打脑内发现多颗结石又9颗不止 因此决定大年初九开工后 安排内视镜及超音波检查 到医院就诊后 黄月随未进行全身麻醉 而是采用一般的内视镜检查 照完胃镜后 医生对她的勇敢表现竖起了大拇指 索性检查后没发现癌细胞 只是发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 flour《惠心》 未经许达作 laba듶 compl�十安排 一登陆 索性